好了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好久没有来到咱们外设店的广告环节 首先告诉大家的是 这一次咱们外设店终于更新了一个超值 并且非常给力的 RGB守望者背光机械键盘鼠标套装 进报的价格只有249块钱 你就能买到一个机械键盘 加一个独立驱动的鼠标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不管是外观 不管是它的背光 还有它的质量 再加上它的性能 都是一流中的一流 非常可惜的是 没有实物能够展现给大家 但是我想在整个淘宝上 照片比实物好看的 也只有外设店了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 分类可以选择 白色黑轴 白色青轴 再配这个白色的鼠标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黑色 黑轴 也是黑色的鼠标 那当然了 我个人感觉就是这 这个黑色肯定是非常适合咱们男生同学 对吧 非常的帅气 非常的怎么样 用起来非常的带感 而且黑色配上灯光的还更好看一些 两百四十九块钱 只要两百四十九块钱 还送你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这个超大的鼠标店呢 还有各种私房罩 还有这个笔记本 手机支架 拔剑器 军刀卡 键盘刷 李现代 还送一年质保 再加上你买的话 两百四十九块钱 还给你包邮 这就是咱们外设店 非常给力的超值套餐了 老铁门 dotaqs.淘宝.com 如果想更新你的外设装备 来咱们店 绝对没有错 介绍完了外设店之后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哎 现在天气真的好热啊 所以呢咱们男装店也更新了 非常非常好看的夏季男装款式啊 呃 我们到了夏天呃 全眠的T恤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全眠的T恤呢 它稀湿透气 柔软舒适 并且弹力十足 价格便宜之外呢 还有完美的做工 还保证不脱线 耐穿耐洗 不变形 买回去就是赚到了 它的印花选择呢 你可以看到啊 有这样的 比如说呃立体的啊 这种刺绣啊 还有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猫头鹰啊 对吧 各具特色 根据你的喜欢的随心选择 呃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给力的活动 买二件 力减十元 买三件 力减三十元 还包邮送签名照 如果买满一百块钱的话 就送运动手环 加笔记本 如果买满两百块钱的话 还会送你一件全棉的背心啊 在夏天 你看这样的套餐搭配非常给力 那么再来呢 就是你有没有穿穿艳了啊 艳倦了这种非常平庸的板鞋 我来给大家推荐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穿的板鞋啊 经典的空军一号造型 飞线工艺制作 你可以看到 一共有六种颜色啊 随心选择 像这样的啊 非常的百搭 像牛仔裤啊 休闲裤都可以搭 款式是属于最最新颖的款式 对吧 你厌倦了普通休闲前的朋友 不妨来考虑入手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现在特价只要一百一十八块钱 下单还会送你夏天穿的棉袜一盒 每一种颜色 对吧 都有不同的风格 都非常好看 这种板鞋穿出去 贼好看 真的啊 来我们的这个男装店的地址是 qsdota.淘宝.com 不管你是买衣服 买些还是买衣服买些 都可以来看 非常的便宜 而且呢 都是新款同学们 不要再犹豫了 好了 介绍完外设和福南装店以后呢 咱们来看一看零食店 又有什么好吃的 推荐给大家呢 好 咱们零食店呢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 非常非常好吃又好玩的一个礼包啊 一个套餐 首先呢 可以看到我们零食店的页面 非常的q 对吧 全是这个 dota 画风的啊 然后再搭配上咱们的零食 是不是一看就非常的有口感呢 好 咱们首先 对吧 看冰女手指的方向 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个专属礼包 定制的 而且是购买呢 就会送 dota的手办 而且是限量款的啊 然后这呢 大家可以先领周优惠券啊 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零食店这个套餐有什么东西 首先大家可以看点开来评论看一下 对吧 大家不管是送礼自用两箱一样可以这么说 对吧 送女朋友啊 送亲戚啊 送同学啊 送老师啊 都非常的合适 然后呢 还有不同的口味可以选择 我们这个零食袋里面呢 你可以你一收到快递 就会是一个公仔礼包啊 然后里面呢 呃都会有什么东西呢 有啊 这个极具四川风味的什么 牛板筋啊 五股鸭掌 Q弹好吃的鱼丸 然后呢 还有我们零食店呃的新品啊 有哪些呢 就是哎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日本超级好吃的巧克力啊 还有那个呃 黄罐的曲奇进口扁核桃仁 牛奶鸡蛋瓦夫饼根本停不下来 而且呢 呃除了送手 送手办 我们还精心设计了一个 就是压缩整心啊 随零食店一起寄给大家 呃压缩整心呢 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公仔啊 公仔里面 那这样呢 就是一个抱枕了 对吧 吃完零食之后 这个就是一个大抱枕 而且呢 还能套在头上啊 吓唬这个摄友什么的 是不是一举多得呢 然后我们零食店还会有这个新的板块 就是呃 马上会有新的板块 什么板块呢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啊 本就是每周都会有最佳的评论和幸运买家 我们将每周送出100元的零食约会券 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零食店留言 说出你想吃的零食 你想要的好玩的东西 我们基本上都会满足大家啊 增加我们的零食品类 设计更多的包装形态 满足大家的各种需求 电竞专业零食店 qslsd.淘宝.com 买零食 请来这一家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情书最新一期的DELTA第一视角 上一期视频呢 给大家打了这个新版本啊 其实现在两个平台都有出了6.84和6.85 这两个最新的版本 然后如果你还在玩这个6.83啊 不知道6.84有什么改动的话呢 就可以多看看我的视频啊 这样呢 你就能迅速的在新的版本当中 成为一名高手坟墓啊 对 因为呢 这个版本啊 算是一次比较大的改动啊 你包括那个 什么像什么狂战这样的道具啦 像狂战对吧 像敌法师啊 或者是 嗯 那种需要 比如说啊 敌法师 他前期就可以带一个 因为他知道他做狂战服嘛 前期就可以带一个补刀服出门 像一般的话 都是带这个穷鬼盾 或者是带足补给 然后呃 一开始带补刀服和这个买了狂战之后 再买补刀服的差别呢 就在于一开始你可以多买补给或者是穷鬼盾啊 然后买了狂战之后 再买补刀服 这样呢 可以 就是你打野的效率啊 或者你推避性的效率会快 啊 这是老版本的就是说法 那么现在这版本呢 你先买补刀服和后面 一般来讲 如果你要出狂战 基本上都是出门补刀服了啊 然后还有像流浪啊 或者是像飞机 这样的需要出支配的 这个英雄 像流浪一般来讲不出支配对吧 但是这个版本好像有蛮多出支配的 因为呢 支配就可以去那个拉野了啊 就是 拉那个大圆鼓野 而且拉野的成功率呢 也会比那个老版本要高 然后大家看我这个出门装啊 我这个出门装呢 除了吃素之外 没有带小进化啊 也没有带圆断 而是买了一个补刀服 然后再买了一个 这个左上角的 这个叫做芒果 那上一期视频也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芒果呢 就是瞬间能够回来 那 上期视频讲的就是说 比如说像发条啊 对吧 还有就是像力量型英雄 带芒果啊 会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吧 因为呢 你看像骷髅王啊 流浪这样的英雄 前期只有一个技能 而且只能放一次 如果你是带小进化回来的话 那猎丹的英雄啊 或者是小兵摸你一下 不小心摸你一下 你的这个回来啊 就会被打断 就算啊 你没有被对面这个打断 你回来的速度也非常慢 如果你的队友啊 来支援之前 看见你身上没有蓝 或者说没有芒果的话 他就会主动放弃 这种支援的机会 还有呢 就是像流浪 他有一股这种 他有一个剑气啊 会让你的这个被动 会变得非常的帅 然后还有就是 呃 圆谷也啊 呃 他的剑气就是呃 圆谷也 你只要有分裂 因为你只要是带分裂的 比如说你出了狂战啊 圆谷也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圆谷也 他都可以分裂 像之前版本的话 就是那刷龙的时候啊 龙 你就算出了狂战啊 也是不能分裂的 这个版本已经改了 所以这个版本的对于西位来讲啊 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然后改动之后呢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在选人的时候啊 大家都不会迷茫去不知道选什么英雄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没有一个英雄是比较废的啊 呃 就像一个辅助啊 他也能出到那种怎么说呢 很关键性的装备啊 或者有很新颖的打法 就这个弹无小长假啊 大家如果看过我直播啊 或者是玩过新版本就可以多多玩一玩这个版新版本啊 不管是6.84或6.85 或者这个多看一下我直播都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个版本呢 是需要多去玩不同的位置啊 你比如说中单呀 或者说是这个打就打野 他变化都很都很大啊 你你包括那个斧王 有一些你虽然说是看字面上的啊 或者说是看我视频说出来 你还可能玩的时候 你还是要亲身体验才能够感觉啊 那种改动 特别是像斧王啊 或者发条这样的英雄 你比如说斧王吧 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啊 像斧王呢 他的吼带了一个就是沉默 对吧 然后呢 他的吼因为这个版本取消了很多抬手动作啊 等一会儿 这边我们的WD杀牛头 当然被牛头一个勾合勾到了34个小兵 我帮他一个锤子 然后开启我的这个W 买了一个鞋子 一下两下 能不能给一个C票 两三刀 四刀 再走进一步 五刀把这个砍死 然后他要杀这个WD 一下曝光把我们的WD给收走了 我这边呢 没有蓝了 那刚才说到就是很多技能都不用抬手了啊 当然不是像那个 引魔的 引压啊 那个还是要需要抬手的 也当然不是像牛头的F 那个呢 也是有那个施法前摇的 呃 最最明显的 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个什么宙斯啦 啊 这种施法前摇几乎就是取消了我玩的感觉啊 其实斧王的吼 也是啊 但是像斧王呢 我说你亲身体验之后 你会发现斧王的吼还挺难吼的 然后就是发条和屠夫这样的呃 英雄了啊 屠夫的勾和发条的勾是都能S掉了啊 就是说 如果你面对一个像我这样走位非常风骚的选手的话 你就可以用 勾啊 加S键来骗我的这个走位 对吧 然后呢 你再进行一次预判 再发出你最知名的那一季勾啊 这样呢 就增加了你的成功率了 然后还有这个比较细节的改动呢 就是蚂蚁啊可以出暗面了 这改动呢 就是我想到什么就和大家说什么 对吧 蚂蚁可以出暗面了 也能打出这个法球的效果了 然后呢 散尸啊 散尸这个装备不能够散尸掉飞机的导弹了 这边我继续和他配合拨 一个定点的锤 然后让他能够放到这个诅咒 这边呢 我等诅咒完了继续砍一刀 拿到这个人头啊 无疑说死了 这个牛头的勾合大家可以看到啊 有这个火火焰的山的效果 这个塔怎么老是来打我 我要被塔砸死了 这个他是买了买了特效啊 传说中的RMB玩家 还好这个特效只是特效 没有什么实际上怎么加加攻击力啊 加那个勾合的这个地形的秒数啊 还是8秒 然后还是那些攻击力 只是特效好看了一点啊 看起来比较猛一点而已 刚才看到下路这个痛苦之源啊 保着对面的美都沙 就痛苦之源这个英雄 就就这英雄的名字呀 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 说就是说 痛苦之源 痛苦的源头 到底是什么 就拿一个小小的我 我本身啊 我觉得什么让我痛苦 就是说要买车 要买房 哎呀 让我痛苦 能力不够啊 对吧 要吃好的 要穿好的 让我痛苦 这呢就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个伟人 说过的话啊 他说这个 人生极痛苦 生命就是一团欲望 欲望不能满足呢 变痛苦 满足 变无聊 所以说人生就是在痛苦 和无聊之间摇摆 但是他说这话呢 因为这个道理太深了 我一直觉得实践就是真理 所以呢 我就是当我 当我就是有欲望 当我就是痛苦的时候啊 我就去 啊我小红足聊啊 当我满足的时候呢 哎 我发现还真的 变无聊了起来呢呢 哈哈哈哈 就就说一说啊 就说了一点都没毛病啊 但是呢 这个要满 就要痛苦的时候啊 千万千万不要学我们这个 我们频道有个主播叫90358 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他的故事 和他的经历 对吧 当他这个痛苦的时候啊 他去网恋了 难道他没有听过那句话吗 对吧 不要隔着屏幕啊 对别人产生好感啊 也不要隔着屏幕 和自己心爱的人说分手 他呢 这两句话都没有听过啊 所以呢 他先对了隔着屏幕的那个人产生好感 然后呢 啊 去了一趟南京 之后又隔着屏幕 跟人家说了分手 你看 所以说这就是现实和 这个网络的这个差别 对不对 难道当年杨成林 没有跟你说过 曖昧 让人受尽委屈吗 其实我挺羡慕 一个一种职业 啊 就是和创作有关的 啊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这个 呃 小说 啊 写小说 或者说呢 这个写词啊 不是就是说 呃 一首歌啊 他来作词 也很羡慕画家 就在很多地方 就比如说在外国的这个 马路边上呀 海边上呀 或者说咖啡店呀 对不对 就看着就是 比如说他们安安静静的 这个坐在位子上 啊 一台这个笔记本电脑 手呢 拖着下巴啊 在那这个发呆 啊 也许 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人呢 我就想 哎 他是不是作家呀 哎他是不是在这个找灵感呀 其实 其实我觉得像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啊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找灵感啊 你看像现在就没什么吸毒呀 怎么怎么样的啊 他们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找灵感 还是只是托词啊 这反正总而言之呢 我就我就感觉我自己就是说 挺有灵感的啊 这个就是说比如 就是比如说 呃 突然之间啊 什么洗洗澡啊 啊 或者是 反正哎 灵感就来了 啊 所以呢 我需要一个能够让我创作的这种环境啊 或者说能够让我 创作之后 有一个平台 可惜啊 没有啊 我一直感觉就是我 怎么样 昆山周星辞啊 就有一次啊 我突然 突然想写一首歌 啊 然后呢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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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凌晨了啊 就半 半夜 就约了一个朋友出来啊 跟他表明了我 我的这个意图啊 然后呢 他就陪我去那个公园里面散步啊 这个散散步呢 就是感感觉来了啊 感觉来了 就是 就完事之后呢 抽着烟 哎呀 抽着烟就写了一首 临终鸟 好啊 那这边 我没有出支配啊 而是直接封脸 然后你也可以走这个支配路线 支配的话就是 招一个野怪啊 不管你去拉那个远古野 还是拉这个大野都行 呃 我这个呢 就是感觉 因为支配 它是不加攻速的 你之后 出了支配之后 还有很多玩流浪 就是喜欢再出一个封脸啊 或者是 打这种大后期 就是收了野怪之后呢 呃 出这种大剑 那像我这个装备 就是和老版本 没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 像流浪这样的英雄呢 就比优鬼啊 什么好一点 他可以把线让给别人 不是特别吃线 那这样来呢 那个你们 啊 辅助的经济 和等级就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辅助带节奏啊 配合三号位 终端带节奏 或者去游走 那这样一来 流浪 那你也可以在野区安全的发育啊 实力已经毕章了 应该是一个无解肺神灵 然后加一个美杜莎 像这个版本的美杜莎 就比较厉害了啊 因为他的 你想 所有的后期 都能够多出一件装备 而且不占格子的 啊 就是 营月之金 然后 队友还可以给他套一个 清联宝珠 还可以给他套那个 还可以给他加这个大绿 大密法鞋 啊 就是说大绿鞋 那这个大绿鞋 除了加血 什么 之外 还有什么功效呢 就是他还可以减 那个负面的buff 啊 所以这个版本 如果这个后期啊 就是辅助真的会保 后期的话 是特别特别厉害 这边牛头一张 TP直接下来 我直接开大招 砍死他 然后再来砍这个 哎呦 他切了一下B张 砍不过了 我们这个赏金还不隐身的话 要被他双三杀了 这个无解肥的神灵 拿了一波三杀 这波三杀 他先先杀死了蓝毛500块 然后再杀死了 我762块 然后再杀 杀死了赏金 423块 一波团可以说是直接起飞啊 下一次见到他的话 我估计会有这种 啊 这个版本的神灵可以出支配啊 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 他可以吸血了啊 而且是叠加的 然后到了大后期再配一个大吸血 那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无敌了 然后我们看这盘的蓝猫啊 蓝猫是买了一个特效非常的好看 这个蓝猫 他哎呦 对面的影魔直接是插炮加C炮 把我们的这个猴子给单杀掉了 两路开花啊 两路开花 刚刚刚是三杀三杀的神灵 现在又是单杀猴子的影魔 然后中路的美都杀也没有人克他 我这边发育稍微慢了一点点 呃像这种局呢 呃流浪就是要那个跳刀啊 或者说啊 我这就还少出了一个必章 呃一般来讲要补一个必章啊 但是我先补后补也无所谓了 必章的话呢 因为这盘没有人帮我拉野 我稍微就是要靠自己 因为路人局嘛 大家如果打路人局的话就知道 路人局是最最难打的 这个就是这个平台 因为他的匹配的机制 呃你五人黑啊 有时候你五人黑 比如说是两三千分三四千分 你可能会比到这个一千分或者八百分的 也就是换个角度来想呢 就是说你单排啊 或者你双排 你们两个是八百一千分 那你很可能排到这种三四千分的五人黑 就特别难打 反正路人局是最最难打的啊 三人二人双排还不太稳 我觉得三排和五排 真的建议大家三排和五排 刚才那尹魔不知道出什么装备 尹魔基本上就是跳刀或者是引刀啊 蓝猫蓝猫这个版本也特别特别厉害 蓝猫的话 他呃他可以就是原地滚啊 原地滚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他能耗最小的蓝量来打出那滚和被动的伤害 那么现在我打蓝猫的就是我自己习惯啊 怎么加点呢 我自己习惯就是主被动负拉 就主三负二 然后一技能一开始就是一级啊 等一下我这边看能不能有人来杀就美兜杀 我这边是随级的大招 然后切个这里甲腿啊 过去A一下替住 然后把甲腿切到敏捷 他已经没来放大了 然后拼完他还有魔棒 想干嘛想吃魔棒TP了 哎呦就我们的这个幻影长毛手突然离开了游戏 他怎么搞的 下落被抓了一次啊 这就是就是路人觉得难处啊 心态的崩盘 他刚才说你们玩啊 然后就这个直接就退了 其实七年魔兽都没有打出啊魔兽的真谛 都没有在打魔兽中啊成长 你看你这个七年魔兽打的呀 真的是打不打不明白啊 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蓝猫啊 我就是主三负二 那么他可以先滚过去一下被动 对啊 然后呢 你如果滚的好的话 再马上一个残影啊 再一下被动 如果这个残影打中的话 也把伤害全部散进去 对啊 然后这时候他走了 好一个主三负二的一个拉 如果你的拉是三级的话啊 A一下 再放个R A一下 然后他还会中你一个残影啊 这个残影是B中的 然后你再A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操作一定要快 对吧 你的那个 可能啊 就是 你拉住A一下 然后你不是放残影了吗 A一下 就是马上 原地滚 原地滚 A原地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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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这时候他中了你的残影 你还可以基本上 在中间两次原地滚 A 这个伤害就是 基本上可以单杀一个 八九百血的 也就是可以说 单杀一个 出了骨灰的 而且甚至还有魔棒的优鬼 就非常厉害了啊 这个伤害是特别特别爆炸的 所以说这个版本的蓝猫啊 呃 我觉得是 原地滚啊 其实就改了这一个 但是加强了真的非常非常多 还有呢 就是蓝猫的躲别人的技能也好躲了 哇 这个神灵啊 又是双杀 九百块钱 如果这队友前期顶不住啊 就完蛋了 我必须把它给终结一次 对吧 我们 我三杀神灵啊 我也加了九百块钱 八百九十一块钱 这边三个人 我还有个大招 这个时候七个魔棒 技能完全够放 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切入啊 但他们 哎呦 有个双倍神符 这个神符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这个美毒莎肯定是TP下的 这时候我就要有个选择了 是去下还是去中 对啊 去下的话 他们可以TP 去中的话 这个美毒莎不能TP 上美毒莎还要一会儿时间 所以我这边先开大招 攻击力 开了壁上达到了500 来过去 一个锤子 一刀 两刀 三刀 直接是这个位置 把牛头是先 分裂死 没有威胁 然后在这个眩晕时间内 把这个痛苦之源给秒杀 这么一来 对吧 你看我的境界 来杀这个神灵之前800块 杀完神灵痛苦之源和牛头之后 再收了一波兵3000块 这3000块 如果啊 这个再打900块的话 就是BKB了 所以说这个版本啊 如果 如果被对面的一个后期收割了一波团的话 很难翻盘了 如果不出什么错误的话 所以呢 我们这个得慢慢来 毕竟我们已经掉了一个大哥啊 掉了一个七年魔兽的猴子 这边我差300块钱BKB 如果这一局啊 这个影模式 1400的大剑加上吸血面罩 如果这一局我的装备能够碾压的话 怎么说呢 也比较怕对面的痛苦之源 因为痛苦之源这个英雄 他的大招是无视魔免的 而且如果他给自己套一个 这个隐身的啊 再对着我放大 那么他就把我的输出给限制住了 现在对面唯一对面 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个神灵 美杜莎他是慢慢发跃的 他的输出起来的很慢啊 只要不打到超级大后期 所以这一盘我要不停的发跃 这节奏一定得非常的完美 这边有BKB运动的话 得把这个大魔棒给扔了啊 大魔棒扔了的话 我就比较圈蓝了 像流浪打团就是要一波啊 那攻击最最高 然后呢你要找一个最好的输出位置 打一波切入 对面小暴团在下路 刚才是应该是我们想抓他们啊 他们要推我们的二塔了 这个二塔的话怎么说呢 这个二塔是比较难守的 因为他们如果做好视野的情况下 我们再去啊 要有人帮我 就是晕一下这个痛苦之源 不要让他的大 呃打了我大了我很久 因为我每一秒的输出都是非常的关键的 这里我用了一个芒果啊 来瞬间加蓝 不然的话 哎 这TP的一个痛苦之源还是算了啊 他应该会马上就TP来一个人 如果痛苦之源出了A仗之后啊 我出过一次 好像的效果就是说 如果你在大人的过程中有人打你 那么他也会中了痛苦之源的大 非常的bug 这里我开了一个大招 美杜莎好像是有眼 但是不管了 我到了大招一开必须见血 风帘必张 我这个输出有BKB这牛头不怕 这牛头都不用BKB了 三刀给他刮死 两刀 再开一个W追他 还有一个跳刀 哎呦他也有跳刀 这波怕他们来人了 W一开 他又赢1 算了还不准这个锤子了 本来想省一个锤子 再砍一刀 双杀 这一个牛头跳刀怪不得他们下路敢这么推 然后 呃 牛头跳刀 神灵 神灵这把的话 我看一下 这这盘 我要出BKB之外 还要出一个还恨不得真出一个林肯 但是感觉林肯也没有什么用 啊 这个神灵装备还是挺好的啊 出了一个支配 因为林肯呢 他是对面有几个 对面是痛苦之缘 他是有 三个 四个指向性技能 而且他的一 也就是说他的减攻击那个技能 距离是非常远的 所以如果出了林肯啊 四千多块钱的道具 被他一个一就破了 然后还是大大我 这个装备不太 性价比不是特别高啊 这边他们又是一波抱团 这个牛头是有大招的 但是我不管了 BKB开 跳过去锤 注意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五刀 六刀 七刀 刮死 八刀 刮死 两个 这个输出 继续追 后面有个牛头跳大了 再来 跳过去 一刀 砍死 三杀 再一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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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把我给睡了 然后美猪杀 开了大招 但是我现在还在大招的范围里面 他给我减了攻击 不怕 继续锤 哎呦 跳过 有个跳过往下走 这在这边 我们就只有一个WD 开启风连 开启这个W 加一速 再继续砍他 没有大招 被他减了攻速 现在攻击只有120 砍不动了 这盘不出 不出林肯了 林肯的话 这个性价比太低了 所以我这盘感觉上我也不用先出这个水晶剑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的攻击已经够高了 不需要那些有几率的爆发 所以呢 下一个装备 我准备出冰眼粘人 像刚才他们的抱团 所以走位 只要是我能够建设到的 对吧 尽量建设到人 因为建设是比你原本的攻击还要厉害的 那么我刚才这个说了 这个这个版本基本上没有一个英雄是很鸡肋的 就是作用特别特别小 就像是之前那个版本 比如说你一个神双蓝猫带着这个冰甲子愿 然后滚了很长一段距离单杀一个酱油 像这个版本的话 基本上这样的情况没那么多 出一个威光威光的话 我之前威光的话 他还可以除了加隐身之外 还可以加磨免 啊不是磨免 就是磨炕 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兜莎能不能单杀掉 他在消路带线啊 这个隐魔帮他挡枪了 来看能不能建设到三刀砍死隐魔 然后这个美兜莎直接开了大招 回一回头 来看一下这个美兜莎啊不杀了 他们好像下落已经来人了 这波线收一下啊 马上就冰眼了 你看现在的游戏时间才23分钟 我的装备已经是跳刀 避张疯脸 BKB 我不杀他 他居然还在我BKB一开 我几刀砍死你呀 我力道砍死你呀 走走啊 已经是什么装备了 真的如果这个节奏再稍微好一点 可以说是24分钟 B张 假腿 跳刀 疯蜂脸 BKB 加冰眼 恐怖吧 简直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把我们蓝猫 还好我们蓝猫会玩 如果蓝猫也很穷的话 就他们就无限抓蓝猫了 对面的神灵的节奏 已经被我们给克制住了 这个剩下的 这个装备要在外面买 这个极限法球是要在野外商店买的 你看我们其实很多同学 他不了解新版本啊 都不知道微光可以给别人用 其实出微光 基本上就是给别人用的 因为微光这个道具啊 它是500的斗篷啊 500的斗篷加1400的引刀的配件 也就是说呢 是1900块 是不是1900块 那个要不要 应该不要卷轴的吧 应该不要卷轴 就是很便宜的就能做出这个微光 你像 就比如说像什么牛头啊 猛马呀 这种带控制的出微光是最好的了 还有如果有这个龙鹰啊 你也可以出微光 因为给自己隐身之外呢 还能够加这个魔炕 这里我的输出大家已经看到了是 如果再打一波团的话 就是蓝猫的三倍 现在我的输出的总量啊 已经是一个人顶四个队友 其实很少有C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出这么高的输出的 优鬼是不可能的啊 你像 呃 这个影魔也不太可能 所以说这个流浪猫 厉害厉害厉害 还有中路 这个神灵 还在追我们的队友 你看后面还有没有人了 后面没有人 就在后面还有一个谁 不管了 这神灵在干嘛 在野区 别怕 你有 你有微光 你怕什么 他都没有粉 哎 我的大招白开了 就杀了一个痛苦之源 呦 这个 两个人准备还在赌我 你看 我BKB一开 马上屁股对着美杜莎 哎 屁股对着美杜莎 美杜莎开大招了 这蓝猫要被冻住了 神灵打了我们的蓝猫 这边我非常的 非常的恶心 哎 我现在想捶两个 没有捶到 捶一个算了 以魔在上路疯狂的带线 快要带到我们老家了 我这里冰岩有的话 可以粘住他 一刀 粘住 两刀 开美杜莎最爽了 你看 慢慢慢慢的 把他的血量和蓝量给砍完 这种感觉 非常的爽 这个上路 这个引魔 眼看打团打不过了 出了一把引刀 直接带线带到我们的上 这个高地都快被他打冒烟了 若山杀了 这个若山不着急打 我现在这个装备 需要换一个飞鞋 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大飞鞋 你看这个就建设能建设到了 上个版本就不能建设到 打野的效率 非常快 听说这个 远古野怪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远古野怪的 伤害变高了 然后现在 飞鞋之前 因为刚刚打完团 先把这个 银月之金给买 给买出来 这个银月之金加的攻击 就是你不吃掉之前 他加的攻击是120的攻速 你吃了以后是加60的攻速 所以现在我少了一个吸血的效果 但是呢 多了一个银月之金 攻速加的更快了 这个吸血赏金出了一个祭品 现在感觉也不太需要吸血了 因为我没有人能够顶住我的输出把我给杀掉 然后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大飞鞋 有一个到比如说到了后期之后 你这个大飞鞋 是能够飞队友的 或者是飞 就是 还能够飞什么来着的 我忘记了 就是飞队友 比如说一个蓝猫 马上要去抓人了 对吧 你马上飞到他身 马上飞这个蓝猫 这样你就瞬间两个人到达战场 这边先看一下 战场什么情况 我开个大招 直接跳过去 把这个 把这个先杀了 BKB一开 一刀 哇 操 这 这个输出 这一刀两刀三刀 这出绿杖了 出绿杖了 看来看一下几刀 一刀两刀三刀 直接三杀刷屏 这个输出才够看 直接carry全场四打五 我四打八都没问题 还要打野你看 都什么时候了 一刀两刀三刀 这攻速 看这攻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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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TP 你真的是不知怀我的弟弟 不知好歹吧 哈哈哈哈 哎呀好啊 你看这个时候 就可以换飞鞋了 对吧 你看我这流浪的装备 这个换的 这个更新的频率 早就已经六神张了 如果还要换的话 可以把这个币章也换一下 因为这个币章的后期 它是必换的 其实我这个攻速 真的是快的 有点不可思议了 流浪这么高快的攻速 然后 如果开了大招 一个神灵顶前面 其他四个队友全在后面 哇 这个画面 我真的是不敢想 一想呢 这这快 自己都快受不了啊 这下我可以 直接更新这个大飞鞋了 有了大飞鞋之后 啊 这个影魔 就不敢带线了 我可以随时 飞这个机动性最高的蓝猫 你看这个神灵 全是刻我的装备 一个绿杖 一个天堂 这个这个牛头 不知道要出引刀 还是要出 这个 叫叫什么 微光披风啊 你看这个猴子 我多么希望 他能够跟我们一起 对吧 看到我们慢慢的 把局势给搬回来 慢慢的对面变成了劣势 对不对 前期被人抓了几次 就要退的话 怎么符合一个 别说七年魔兽了 怎么符合一个 carry的心理 你把首先你自己放弃了 你也把四个队友 给抛弃了 哇 双倍神斧 这波团 我要他们明白 这个出闪避的美杜莎 看他后面应该还有人在蹲他 没有人蹲他 我直接上来 哇 这个直接把他的血是一管一管的爆啊 有这个护盾也挡不住 我这几百光 我这是 七百多攻击力 直接来了 他微光披风了 直接给我大招 他打了怎么了 没有了 想不想他大我 这神灵不敢大我 你看 一个锤子 开绿杖 他不开绿杖 算了 我本来就是偏偏他的 其实我开了大招 在开了那个臂章之后啊 这个攻击力已经达到了八百多 如果再做一个稍微输出装的话 就是一千弓 一千弓再买一个大炮的话 这个暴击 我可能只能说一刀可以暴死 除了美毒杀之外的所有人 但是这个没必要 因为我现在 只要砍到两三刀 对面几乎 就是 已经顶不住了啊 可惜他们 就神灵这种硬钢的装备 美毒杀这种硬钢的装备 根本就逃不开流浪 流浪你如果是那种什么吹风啊 推推啊 把流浪的BKB时间耗完 那就非常好打了 这来我的神之力量还剩两秒 也就是说我的大招 马上我要 我的大刀已经极客难耐 我跳过去 看一下 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砍死没做啥 再来这个痛苦之缘 恶心我的痛苦之缘 等他落地 享受一下800弓的威力 把两刀 牛头直接跳大我 不怕 牛头没有跳刀了 一个锤子过去 大刀还在 两刀砍死 再来一个 隐魔 没刀刀了 先走 直接飞 他们没有控制技能 直接飞到蓝猫身边 这波可以打盾 像这种呢 这个 合同同学可能会说 哎呦 又是虐猜局 虐猜局也是 要怎么样 要你会玩 你的能力超过对面 你的装备碾压了 思路清晰了 每次打团 这个又能收割 又能带队友 把这个团给打赢 那么这个其实 如果是赢的局 都可以说成 是虐猜局 因为如果你能赢 对面一定比你菜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 这个 呃 所以说新版本 我打的比较少 但是呢 可能 学的 啊 和比别人 稍微那个 快一些 对 就和我们读书一样 总有人学的慢 总有人学的快 对吧 这我要 可以跟装备了 刚才呢 我是 是把 假腿卖了 跟飞鞋 啊 这假腿卖了 就 减了一点攻速 然后这里把 避章卖了 那我要补一个 加攻速的装备啊 然后把这个 银月之金给吃了 我来看一下 这边应该可以做一个 就是准备做两个 大后期的装备 一个是大电锤 一个是大吸血 因为如果要上高地的话 呃 还是要一点吸血 啊 龙心我就不做了 这个高地上就比较难上 因为如果在野外的话 对面像痛苦之言这种 没有跳到 没有跳到在手的话 他一定要在一定的距离之内啊 蹲着自己的大哥 但如果在高地上的话 这个痛苦之言就可以站得很远很远 就是敌呃 敌岸 对吧 我名 我们 我们蓝猫这几拨团 基本上都是法语 像蓝猫这个版本的话 发育起来特别快 然后做什么 啊 紫苑啦 兵甲啦 还可以做一个 就是 自己套一个护盾 其实啊 他好像做了林肯 BKB林肯的话 他就几乎无敌了 像这局 其实猴子如果不对 对面还可能稍微好打一些 因为牛头 这种是非常非常克猴子的 不管是 抓 还是打团 非常克猴子 然后 像这盘前期 如果猴子被抓多的话 他们神灵滚雪球 一无解肥 是吧 这个几个人带神灵打团 然后美杜莎自己带塔 收线 打野 然后这样一来 我的装备就可能不是碾压了 就是 五五开了 那如果是五五开的话 就非常难打了 比如说我什么BKB第一波的时候 那个痛苦之间把我给控制住了 然后控制完了之后 BKB没有了 神灵又是天堂之体 又是绿杖的 这我就很难受了 这边我已经大电锤了 大电锤的话 像这个版本 你像火猫也出这个大电 火猫那个 纷争面纱 大电锤 跳过去 一个纷争 一个大电锤 这边我直接飞火猫 我怎么没有人连人这个滚过去啊 我要克制住这个痛苦之缘 直接一个T 他没有吹风吹出来 两刀给他刮死了 然后开着BKB 这个美杜莎也死了 隐魔隐魔你会输出啊 隐魔啊 还有一个是谁 还有一个在高地上的神灵 神灵不管他了 想开了这个 呃 不是开了那个 就是火猫啊 火猫 他的分针面纱大电锤 就是说他先一个跳过去 或者说先是用他的大招啊 滚过去的瞬间 或者说滚过去之前放分针面纱 然后滚过去的他的伤害对吧 大家他那个火盾的伤害 然后再加上一个T 再加上大电触发的效果的伤害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个输出是非常爆炸的啊 然后再出什么 他配他大电那个出装就要配什么 玲珑心啦 啊这些装备 而不是什么 狂战大炮这样的 我们的火猫有着这个盾在那边烂啊 这牛头有一个 哎呦 痛苦之怨TP 没有啊 蓝猫给这个痛苦之怨 紫愿了 我们这个蓝猫还是比较会玩的啊 其实我在想 如果这把我在对面 我感觉应该是输不了 啊他们呢 就是每呃 神灵是会玩的啊 就每度他这个点 自龙灯斯就是在上路 被我带被我砍了N刀 然后才想起来 他身上是有一个 那个 芒果加 应该是七格大魔棒 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马上吃芒果大魔棒加TP 但是他愣在那不动 对吧 你说这打得也太轻松了啊 以为五打四就是 呃就算抓了他也不会怎么样 就这个心态去吧 然后呢 你看这牛也打得挺好的 对吧 痛苦之缘也一直在现 限制我啊 就是一直 基本上我开 基本上都是都大我一个人 然后呢 还有呃 蓝猫 我们蓝猫这个点 其实不太能够 对他们有特别大的威胁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克兰猫 你比如说像牛头 牛头肯定就是说牛头除了被单抓啊 你比如像痛苦之缘 痛苦之缘 每一个技能都是神技 一技能减攻击 二技能可以睡人 三技能吸血 四技能大招 对吧 还有就是 如果 美杜莎不被抓 而他们一开始就比较 打团 然后把视野做好的话 真的不太可能输 不管是前中后期 如果这个版本就是水平相当的话啊 五打四 而这就是四打五是很难很难赢的 特别难 这我的装备现在是五秒钟的BKB 然后一个大飞鞋 然后大吸血 大电锤 再加一个冰眼 几乎已经很难死了 而且现在我就算不开大招 有着冰眼和大电的这个输出 就已经非常输出非常恐怖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版本呢 你买一个 你一个引膜 买一个细带出门啊 他会是 他会显示你只加三点攻击 那其实呢 他把这些攻击都加在了你的 白色的攻击力上面 大家不知道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就是加在你的本身的攻击力里面 而不是额外加的 那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 你吃分身啊 或者你一个分身服 呃 幻音服 你的分身会 就分身系的英雄变厉害了 啊 这也是我当时就玩了一个隐魔发现 哎 我出了一个细带怎么攻击力只加三 然后来 他还这边我们上高地了啊 呃 上高地因为他们这个站位非常的分散 我如果上去呢 只能打到一个人 如果打不到 如果开BKB打不到这个痛苦支援呢 我就呃 会就大招就是完全浪费了 如果开BKB去捶这个痛苦支援呢 又怕他及时的开出了 及时的吹着自己 呃 所以就让蓝猫啊 找机会去先手一个人 然后我呢 在这边慢慢的把这个他们的高地塔给耗掉 好 现在的高地塔被蓝猫最后一个普通攻击 然后他飞在了外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他们的高地我们就可以随便上了 牛头再找机会 你看他他们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分散 虽然说这波我能买活再飞过来 但是我们也是要小心点 因为这个版本真的是 如果特别特别浪 一波被人家翻了 一波被人家经济追回来非常多 啊 就很难打 这我已经开大招了 找机会牛头跳到 我直接跳过来 切过牌啊 但是美术沙先提前开了 他让我跳过来是直接冻住 这我看BKB锤了要摇大的 一刀两刀三刀四刀 哦大了我 没有人帮我断一手吗 你看这种情况就非常难受了 然后神灵在切 我们的后排美朵沙 这我被他们放风筝了 一刀两刀三刀 开大吸血 开大吸血 把血给吸回来 一刀直接拔血给砍满 这个大吸血 你看我的大电锤 要差点把这个痛苦支援给 给弹死 痛苦支援 他还有一个 没有吹风了 被蓝猫直接一个滚给滚死 然后我替一下这个 米魔买活 算了不跟他们打了 影魔也是有一个 冰眼的啊 他粘人也非常的恶心 那几波线 他带了 带了几波线 直接起飞了 直接 我这 要跟我单挑吗 直接 被影魔给拍死了 1441块钱 这个影魔应该可以更一个 蝴蝶 打流浪一定要出闪避的 或者是大晕这样的装备 冰甲啊 这个神灵还是挺有钱的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辅助的装备 你看这个 乌衣 A杖 加上绿杖 再加一个 呃 披风 如果再做一个 BKB的话 那就是无敌中的无敌 对面这个牛头 暗影披风 出了之后 再出那个吹风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蓝猫 蓝猫是紫苑 啊 血精 紫苑 林肯 加上一个 2000亿的极限法球啊 再打一会儿前就可以做出羊刀了 这盘从一开始到现在 对面美杜莎的输出就非常少 其实美杜莎这个英雄呢 呃 配合 隐磨和呃 因为隐磨是减防的嘛 然后再配合上他自己的输出啊 自己的大招再加上神灵 这输出也是挺爆炸的啊 美杜莎这个英雄你看看一下我的输出 其实一局里面很难打出 近三万的输出 我现在的输出已经快四万了啊 就对英雄的输出已经快四万了 赏金 赏金出了一个散尸加上红杖 赏金这个装备其实已经算差了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赏金 这个英雄这个版本玩的好 节奏好的话 呃 基本上二十分钟五级大根啊 二十分钟五级大根 然后他就可以出一些什么呃 团队装 现在的团队装呢 也比较的恶心 什么大绿鞋啊 什么清廉宝珠 这些其实都是赏金可以出的啊 蓝王吃了双被斧 再也去直接把尹魔给抓死 现在对面如果美毒杀的装备起不来啊 他在高地上对我们不会有特别大的威胁 就打了他后面有个牛头 这牛头看起来的走位要过来跳大 我直接跟他拼 开BKB 开大吸血 开大招 直接把牛头给散失掉 再给一下小兵双杀 这个输出 还有一个美毒杀 真的是不知火舞的弟弟 不知好歹哦 哎呦 他哎呦 他居然出了个天堂之急 我打美毒杀第一次看见 美毒杀出天堂之急 那这个装备就完全完全没有输出了 没有这个神灵 没有牛头 尹魔也被他抓了 我看他们拿什么杀我 吹风躲了我的一个锤子 蓝帽怎么还没 蓝帽有点后织后绝 神灵买活 蓝帽过来杀死这个痛苦支援 然后之后就是该我出场了 一个拳拳出两个 配合这个WD的大招 爆炸输出 尹魔不在 然后我开一个三技能 防御是快到了五十点 所以美毒杀打我 真的和脑痒痒没有区别 可能他打我个四五十下 我开大吸血一两刀就能把血给回满 这种流浪要比这个 大炮 这大炮他的出处是有概率的 如果就是不够怎么说呢 平滑 然后太依赖这个大招再加上 暴击的伤害 像我这个开一个大或者不开大 那伤害就非常高了 又有粘人 又可以打出大电 对吧 又有吸血 又是高防御 又有磨免的BKB 你说这个输出爆不爆表吧 在全世界里面就像不扣血一样的去打人 三傻 啊 谁能自我一死 嘿嘿嘿 看来对面已经没有办法挣扎了 那么看完视频之后呢 对吧 大家不要忘记 抽空去逛一逛我的三个淘宝小店啊 零食店 新的套餐 南庄店 非常便宜 然后呢 这个买多了 还会返还你这个 这个 现金啊 再加上各种包邮 还有外设店 全新的外设装备 同时呢 也不要忘了 小老弟这个虎牙90358 对吧 直播频道虎牙90358 呃 给大家多打这个新版本 多交流 共同进步 只有变厉害 才能够在游戏中 体验到 比别人啊 更多的乐趣 你们说对不对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咱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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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